那选举到最后我要讲 民进党常用奥博 周子瑜事件 王立强事件 这次又搬出个午夜天来 明明是个假新闻嘛 透过外媒 假新闻透过外媒 然后外销转内销 然后就是国安局的两个高层 是谁 出来讲啊 那我觉得 如果现在不出来讲 我们执政以后一定把你查出来 是谁去放这个假消息 因为我后来去查 大陆的文旅部才管歌手 广电局是管演员的 所以他消息都错了 我们的国安单位 连大陆的怎么分工 怎么组织都搞不清楚 那我当然也希望 五月天能够出来讲讲话 到底有没有 如果有 我一定带头谴责大陆 带头谴责中共 到底怎么回事 但是到底有没有 我觉得五月天也不应该不讲话 这个时候应该勇敢的站出来 告诉大家事实到底怎么回事 谢谢 我请赖庆德出来说明 我也做立委 我选了三届 我从来没有做利益的官说 你当立委去官说药品 你当副总统 你的房子要国安人员 违法去帮你看 然后四年花了七千万 你当了总统还得了吗 你当了总统要怎么办 我觉得你比阿扁还不如 赖庆德常常讲了 说赵浩康将来什么功高正足 等等一堆 赖庆德 你宪法也败过 宪法副总统就是备位 备位要怎么振主 好既然副总统也没什么事情可干 我在这边也郑重宣布 我们当选以后 未来四年副总统的薪水 我一毛不要 福利也统统不要 仁爱路那个副总统的官邸 因为吕秀年让副总统的时候 请我去过 还蛮大的 地点还不错 我也不住 我要把他拿出来做青年住宅 我看里面大概可以 勉强几个十几二十个人 不过如果按照赖庆德这样 违建盖起来 他院子很大 起码可以容纳一百个青年 通通免费 水电费我出 最后开始 一月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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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遍PTBS新闻网